ICL 直合式隱形眼鏡 ICL 直合式隱形眼鏡 其實是矯視手術的一種 很多人都有近視的問題 其實近視眼球過長 對不到焦 傳統的矯視手術 例如LASIK 激光矯視等等 其實是把眼角膜表面削薄一點 讓眼睛重新對焦 方便看東西就不用戴眼鏡 但有部份人士 例如眼角膜本身比較薄或者脆弱一點 未必可以承受到激光矯視的手術 這個時候直合式隱形眼鏡 就是另一種技術 完全不會切削眼角膜 直接有一塊骨膠原聚合物的人工晶體 放入眼睛裡面 直接把這個度數直接矯正 例如比較深的近視遠視省光 可以直接矯正 在光學上跟戴隱形眼鏡大致相約 但原理上當然跟隱形眼鏡不同 其實是人工晶體的一種 它最主要是解決個適各樣的屈光不正的問題 例如近視遠視散光等等 尤其是相對於傳統的矯視手術 或激光矯視手術而言 它可以矯正的範圍更加大 例如可以解決到接近1800度近視 去到600度的散光 整理由600度的遠視等等 其實這個直合式鏡型眼鏡 就出現了面世了很久 由2005年開始 已經是美國FDA核准了第一代的直合式鏡眼鏡 但初時的ICL設計 它是一塊完整的一塊鏡片 比較多 它可能會阻擋眼睛裡面液體的流通 所以大家比較擔心一些副作用 例如眼壓高、青光眼 或者可能會引致眼睛裡面一些炎症 或者白內障等等 機會雖然很少 但也不是絕對沒有 大家都希望做到最安全 所以在2011年開始出現了第四代的ICL 我手上這隻 它中間有一個排水孔 這個排水孔可以大大增加眼睛裡面 防水流通的流暢程度 將剛才所說的青光眼眼壓高 白內障等等的副作用 就減到最低 2011年到現在都接近10年的時間 也有些大型的研究顯示 例如眼壓高、青光眼或者白內障的風險 基本上都減到微乎其微 所以安全性不斷提高 並且敵作用 什麼我聽不懂? 你讓我看 你不用管